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大家吃便當的時間 最近因為 冰箱的燙肉也在 準備要搬店 所以就店務比較忙一點 好一段時間沒有出來 跟大家 分享吃便當 七早八早,想要吃便當 然後七早八早去哪裡買便當 其實還是有的 那今天就來到那個 健行路上的鎮乳肉飯 這是一家老店 本來想要在這邊用 後來想一想說,還是帶便當回家 好那我們現在把便當買回來了 今天 七早八早 九點就去買便當 然後一大早真的是買不到便當 其實大部分像那個什麼 什麼礦肉飯 滷肉飯這一類的 應該一大早都還買得到便當 還有一種就是那種 素食 賣素食的 那個基本上應該都有便當可以買 那我們就來看他配菜 那他基本上會有兩種俗菜 今天是大陸妹跟豆芽 好再來就是他們招牌滷豆腐 然後他這個滷豆腐就是蠻 店裡蠻受歡迎的啦 之前就是他們生意很好的時候 一天可能他賣掉好幾百 記得喔是幾百喔 然後再來有整顆的滷蛋 然後這是他們家的招牌滷肉 招牌滷肉 他這樣一個便當是75塊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 正滷肉飯的這個滷肉便當 來 滷肉便當 首先按照慣例就是先 先看菜 這個是大陸妹 他這個便當的分量就會比較剛好一點 你說像去店裡面吃的話 就在吃個滷肉飯 再點一個青菜阿 再點個別的東西這樣 分量基本上都會太多了 這便當的話就剛剛好一個人 一輪分這樣 這那種夠炸魚的味道 都給倒了菜 基本上這也是標配的阿 這應該都是標配的 然後滷蛋是整顆的 然後滷蛋就整顆了 都能滷 頭刷牌滷豆腐 來 那他這個滷豆腐是 每天那個新鮮的板豆腐下去 去滷的 所以他就 雖然 裡面沒有很入味阿 但是他會 滷汁差不多都有進去阿 那還吃得到豆腐的香味 嗯 那這就是他們招牌了 招牌滷肉 來 招牌滷肉 那飯是立立分明阿 嗯 因為滷肉它有瘦肉 跟滷肉不一樣阿 這是打碎的那個 肉末 然後滷肉就是 切小塊的肉下去炒的 所以不一樣 那基本上就是 如果沒有很餓的話 吃一個這個是剛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幫大家介紹 那個先行路滷肉飯老店 鮮滷肉飯的滷肉便當 那有 喜歡的話 有興趣大家在 過去 店裡面看看這樣 好那今天的便當都介紹到這裡 然後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 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便當資訊 情報不漏街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